针对美方质疑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 中国做出两项制裁措施 其中一项是暂停审批美军舰机复赶修正申请 对此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惠顿竟然在推特上叫嚣 不让美军舰机停靠香港 那就该停靠在台湾高选 回程穿越台湾海峡就解决了 实话一出不但引起巨大争议 也让不少网友笑方纷纷留言表示想太多了 今年45岁的惠顿目前供职与专注于政府关系的公关公司 同时他还是美国知名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该智库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1994年传理 此外惠顿还是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节目的产客 并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上楼脸 为美国政策发表看法及着出辩护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惠顿还被曝光 在香港与叛国乱赶十人班在某高级场庭敏会 惠顿跟着大言不长的说 在中美谈判的艰难时刻 在香港制造混乱 让中国政府面临这场危机 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今惠顿又发表军检课停靠高水的言论 背后居心可见一般更是痴心玩笑 照在2017年12月中国驻美公事立刻心 在谈到中美关系今后面临的挑战时就提及 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证法案会涉及台军售军舰护法 这违背了中美建立公表的基本精神 它让美国国会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我可能要感谢你们美国朋友 你们不是要派军舰去高雄 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真还没有机会用过 如果你们把军舰派过去 就启动了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旅 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事 其实很多中国网友都期待美国军舰抵达台湾 到时候一声令响 解放军就过去了 有些红线不是你说越过了 不会有任何后果的 中国已经明确 美国军舰胆敢到达台湾 中国大陆解放军就要统一台湾了 我认为台湾问题的变化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政策层面 一个是结构层面 政策层面是这样的 两国商方它都有政策变化 台湾问题是两国商方有戏 两国是中美 商方是咱们中国人至极闹分离了 变成大陆台湾 所以叫两国商方游戏 现在会认为 两国商方的政策都有变化 首先咱们这里变了 习近平在搞台湾同胞书 事实周年会议上有个讲话 这个讲话极其重要 这个讲话从内容上讲 和过去的讲话结构差不多 都是软得更软硬的更硬 这个软的有很多条件 硬的单来也有很多强硬措施 结果差不多 没事讲话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看里面的基调 就是大陆对台政策 从繁独走向了触筒 台湾问题存在很久了 到现在70年了 但台湾问题中间有一个性质变化 1996年以前 台湾问题的性质是 纯治问题 就是治理国家的权力之争 因为1996年之前 台海双方都坚称只有一个中国 然后说我代表中国 我是合法的 他是叛乱分子 1996年以前 我们双方是以匪相称的 我们骂他讲匪班 他怕我们共匪 以前大家打骂 但是都热爱一个中国 但是1996年变了 李登辉搞了个全岛选举 把大陆甩到了一边 以前有一个万年国代 国家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陆各个地区都有代表的 他就把这个废除了 之后就实际上往台路走了 所以1996年开始 台湾问题的性质变了 从治权之争变成了法理主权之争 他们说台湾是台湾 大陆是大陆 这个性质就变了 那个时候以来 我们对台政策很长时间是什么呢 是反独立不许你独立 但是我觉得今年1月2号 我们的政策变了 从反独改变成触统 这是我们变化 台湾那边变化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民进党治理的不太好 原来国民党治理不太好 民进党治理更辣 不是不好的问题是更辣 在台湾的整个地位下降 台湾1988年 跟我们大陆恢复交流的时候 台湾的GTP占大陆的百分之世俗 今年我看有百分之4.5都够强 今年很有可能 我们福建省GTP超过台湾 所以台湾整个态势不好 然后现在极毒的 我觉得在上来 实际上它的独立动作是在增加的 比如说他任命的法官 全部都是台独分子 然后做去中国话 在教科书方面再加入 所以我们这边在触统他们 那边极毒在上升 然后美国现在 我看他打台湾牌的倾向在加强 而且越来越无手共济 在碰触我们的红线 所以两国三番政策的调整 我认为是往冲突反向调整 这是一个 那么结构方面的变化也很多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还是事实 就是中国大陆从军事上讲 物理上讲具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 这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真没有 因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太强大 但现在至少我在刚才讲的第一岛链 我们中国人能战胜美国的 美国如果在第一岛链插手的话 结局是失败的 附带我要强调一点 美国这个国家它尽手不齐 和一个大国的局部战争的失败 到底在哪里之道 因为美国的GDP比我们中国要虚 我们中国很多工资 网上的公司说中国GDP是假的 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 美国GDP更假 美国现在制造业和农业 我看了最新数值 说制造业只占了11% 农业1% 剩下88%都是服务业 服务业当中一半的都是金融 那玩意就是假财富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我认为美国经济其实挺虚的 那么它一半以上的GDP靠金融 于是它就靠国家信用 金融是依据信用 信用绝对跟它超级大国地位有关 但如果在台海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支败了美军 美国信用就破产了 因为对美国来讲 其实干预台海 它的战略价值是非常大 它输了这一战 它的全球战略地位就没有了 而中国现在的定位很谦虚 我们说我们地区大国 我们就在台海输了 我们还是地区大国 我们不变的 所以从战略成本上讲 其实美国比我们要大很多 所以它得特别小心 那么原来它很牛 因为它从技术上讲 军事上讲 它有绝对优势 现在肯定是没有这个优势了 我反正是跟很多人不太一样 我是对中国比较有信心的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科技进步 和军事进步 导致围绕着台海的根本结构变化 所以中国真的是具有军事能力 也就是物理能力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如果美国方面 还有台湾方面做得太蠢太过分 引发了冲突 这个结果一定是中国大陆出手 虽然我们会付出代价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会赢 当然如果以冲突的形式解决 就会有很强壮的代价 要流水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其实中央很谨慎 我的观点是这样 我们不是没有军事能力解决 而是希望避免后面的政治代价 因为后面代价比较大 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大声地说出来 跟台湾朋友跟美国朋友说出来 以后别在这个问题上冒险 冒险的结果实际上是 他们会损失非常重 我认为综合损失肯定是大于中国大陆的 我们正要动手军事解决 美国肯定无法军事干预 然后他顶多搞点经济制裁 但经济制裁 现在不知道谁制裁谁来 今年告诉大家 你们要注意一个数字 2019年非常可能 中国的零售市场超过美国 这很重要 因为当今世界是全球生产力过剩 谁有生产力 谁有谈判地位 原来美国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购买力强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终端市场 那么今年开始中国将取代美国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终端市场 不仅是第一生产市场 而且是第一消费市场 军事上你又打不了我 经济上以后你也不知道谁制裁谁 你说他怎么办 聪明一点就是老实一点别了事 中国属于大国里面脾气最好的 生活在中国周边是很幸福的 换到别的大国 不知道周边国家挨了多少周 怎么说呢 你不要逼着中国真的发脾气 老实人也是有脾气的 真把中国大陆乐极了 我们要是发起火来 那才叫雷霆之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会 这籍了 为了此суд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